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刚刚诞生的滩土 从空中看 不同的颜色 清晰标注了这片区域 诞生的先后顺序 浓重的红色 代表着这片土地 已经为生命繁衍 做好了准备 泥土沉积成的新陆地 经由海水浸泡 植物很难生存 不具盐碱的碱棚草 率先扎根于刺 每年夏秋 数以亿万计的碱棚草 簇拥在一起 奋力降解 泥土中的盐碱 直到有一天 绿色植物开始出现 人们知道 新一轮的生命更替 开始了 这些绿色是芦苇 它的出现 说明碱棚草 已经将土壤中 大部分的盐碱去除 绿色植物的面积 在扩大 红色柬棚棚草 向新的摊土扩张 最终 这里也将成为肥沃田野 这些看似柔弱的植物 默默铺满河海的交汇处 一寸一寸 制造出辽和平原 宝贵的沃土 就像这片大地上的人们 用勇敢和坚毅 不断创造着希望与幸福 一代又一代 最后的旅程 我们赶赴一场火车迷的聚会 造访东北最南端 听电车叮叮和悠悠陆鸣 最后参加庞然大雾的下水仪式 随中国制造乘风启航 铁岭不是一个大城市 名气却超越了很多大城市 吊冰山有座不太出名的火车站 但它却不是一座 该与寂寞的小车站 因为它每年都会把蒸汽列车请回来 让旅客们感受一下 与老古董亲密接触的新鲜感觉 人们扮演乘客 扮演工作人员 最抢手的当然是列车长的角色 白色的蒸汽 扶过列车驶过的轨迹 升腾出辽宁的繁忙 从中国拥有第一条铁路起 一百四十多年 平行钢轨上的机车 不断变换着模样 拉动着人们的生活 一步步前行 辽东半岛的最南端 礁石撑起一片低缓的丘陵 我们来到大连 地处山海之间的它风光无限 大连三面环海 一条滨海路将沿海的美景串联起来 滨海路旁的山林里 住着一群神秘的居民 不知从什么时候 也不知从什么地方 这群梅花鹿来到这里安家 他们已然把自己 当作了这片森林的主人 自由自在 热情待客 牧民前来的人们 带来美食 只为多看一眼他们的样子 滨海路有滨海路 也成了只有大连人 才能懂得谐音梗 首捧共和国第一缕阳光 脚踏神州最高位独县 这里是中国最北方 最东方黑龙江 五山 一水 一草 三分田 独特的地貌特征 赋予了这片土地 无限的归力与神气 当五花山色 装点辽阔江河 当万亩金黄 奏向大地威歌 秋天的黑龙江 在四季的第三个篇章里 铺展开一幅幅 绚烂多姿的 壮美画卷 从九月中旬开始 大兴安岭 便开启了黑龙江秋天的 缤纷大墓 这里覆盖着广袤的原始森林 秋风拂过 黑龙江 二十一万平方公里的 茫茫林海 从北至南 藏林浸染 仿佛打翻了大自然的调色板 形成斑斓壮观的 花山 这里有十处湿地 例如国际重要湿地名目 还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在珍宝岛湿地登高远眺 秋霜染过的怪物 蒸眼如同 秋阳下 渣龙自然保护区丹丙鹤 偏仙齐舞 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引诗情到离消 龙江第一弯 回流几转 仿佛一只耀眼的银着 镶嵌在大地之上 一路向北 穿行在黑龙江秋日的时光里 体验人与自然最美的邂逅 寻找着心中的湿与远方 大森林 大草原 大湿地 大湖泊 大街匠 远山磅礴 碧水连天 煮牢了北方天然的生态屏障 卧野千里 农鸡烈阵 道书飘香 丰收再望 广袤的黑土地上 火热的秋收场景 织就出中华大梁仓的锦绣金黄 今秋时节 北大荒建三江七星农场的 万亩大地号 道浪滚滚 一望无银 无人画收割机 正在上演着智慧农业的崭新篇章 曾经的北大荒 今天的北大仓 这艘农业航母 正以昂扬的身姿 屹立在金秋版图的中央 武昌的田耿间 道花香里说风年 瓜果菜书 蓝莓沙戟 黑土幽品 果着金秋百味的香甜 作为全国粮食生产第一大省 黑龙江粮食总产量 商品量 调出量 均居全国第一 智效双生 稳步连锋 秋天的黑龙江 为种好中国粮食 端牢 中国饭碗 交出亮眼成绩单 助牢 国家粮食安全压仓时 全是龙江担当 秋日的黑龙江 捧出多彩与欢喜 在这片神奇富饶的土地上 人们在最美的风光中朝遥 在希望的田野上收获 用勤劳与汗水 用热爱与奋斗 编织梦想 阔步向前 对于青海来说 秋天的脚步 就是一场跨越东西 一千二百多公里的旅程 仿佛一夜之间 秋色已经铺满了三江源头 和黄谷地 在青海七十二万平方公里的 辽阔大地上 蓝色的青海湖 赤色的丹霞 白色的雪山 这些高原独特的风景 仿佛从夏的璀璨中生化 把一年四季的魅力和活力 都凝聚在秋 这个最人的世界 八月 乘着第一缕金色的秋风 位于平均海拔三千米的 青海鲜米林场 迎来了它崭新的一天 鲜米林场面积 三十一点七四万公顷 森林覆盖率达百分之四十五以上 林海浩瀚 层卵别障 犹如不在世外 雪胜桃源的仙境 秋天的鲜米林场 就像是打翻了的调色盘 层林浸染 树树皆秋色 翠绿的柏树 金黄色的花树 火红的小薄树 一排排一行行 纵横交错 一簇一簇的金黄 飞红墨绿 顺着山脊逐渐蔓延 将高原的秋色 演绎得五彩斑斓 青海长云暗雪山 孤城遥望 玉门关 1200年前 王昌陵底下壮阔苍凉的青海湖 如今已呈现出了湖青海燕 大美静好的盛景图 多少年来 一代又一代青海人 通过湿地保护 退化草地制荣 生物多样性保护 牧民生态搬迁等 一系列生态保护与治理措施 青海湖水位持续上涨 如今实现了从生态退化到持续向好的华丽叠变 10月下旬 青海湖迎来了秋季候鸟迁徙的高峰期 十余万只候鸟在青海湖集结南飞 将最深沉的思念留在了高原明媚的秋色里 秋天在展示大自然最斑蓝色彩的同时 也带来了大自然的慷慨馈赠 在平均海拔两千多米的河黄河地 万木梯田如炼丝带 层层叠叠 它让山水更有情 香愁更温柔 数百年来 勤劳的青海人民 因地制宜展开劳作 他们的智慧不仅成就了现在的青蝌酒 更为高原留下了雕刻大地的艺术 今秋十月 地处柴达木本地的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 迎来了藜麦成熟丰收集 行进山野千木 到处藜麦飘香 一片片滨温艳丽的藜麦 在醋漏有枝的田地间迎风摇曳 成熟后的藜麦碎 呈现出烈红金黄的灵魂的色彩 藜麦不仅改善了人们的营养 还让当地奴民走上了托贫致富的道路 万美之中秋为醉 人们迎接秋天 享受秋天 时光抹不去他原本的质朴纯真 新时代赋予了他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助劳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新使命 在青海这片热土上 一代又一代高原儿女 不忘初心 持之以恒 正在满怀希望的 续写新的绿色奇迹 金秋时节 地处祖国北疆的内蒙古大地 山河壮美 风景秀丽 充满生机 在金灿灿的阳光下 穿越层林浸染的大兴安岭 蝶翠流金 景致淫 如痴如醉 大兴安岭主体生态功能区 十点六七万平方公里 是我国面积最大 保存最好的重点国有林区 近年来 内蒙古实施三北方护林 天然林保护 退耕还林还草 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拔的措施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上 秋风吹过 天空湛蓝高远 遍地牛羊长群 牧草飘香 草朵方滚 一拍丰收景象 随处可见 割草机 露草机 在草原上轮番作业 牧民们正忙碌着打草 近年来 当地落实国家禁牧 修牧 轮牧等 一系列草原保护激励措施 植卫干度 草原高度 平均互产草量大幅提升 中国最原生态 最独特 最具视觉冲击力的 枫林草原景观地之一 兴安蒙镜内 五角峰自然保护区 在夕阳的照射下 枫叶在秋风中互动 变换出不同的色彩 让人陶醉 流连忘伴 五角峰自然保护区 总面积超过六万公顷 保护区内 动植物自然丰富 生态类型 仿佛多样 四季风景 秀美一刻 在科尔齐沙地中 有一个大魔奇观 它地貌怪异 构深灵密 景观奇特 这就是大清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因地形原因 接近于亚热带雨林气候 温度舒爽一人 沟内溪水潺潺 草谷苍翠茂盛 令人领略保存完好的 带餐一森林植物群落 感叹大自然的鬼附深宫 大清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总面积12.5万亩 坦承天然的动植物包库 大小清沟纵贯南北 呈歪子行动 长达二十四路里 每年十月中旬 沟内熊夜色 秋之美景 又为上座 金色无垠的沙漠景观 秋色绚丽 成为亚烈里最美的季节 走进湖阳林 怕旁根错节 千姿百态 气势磅礴 淋漓尽致 俄基纳湖阳林 林相俊美 最具生命力和穿透力 孕育了生而千年不死 死而千年不倒 倒而千年不朽的湖阳精神 八百米半空 生存艰难 偏有松树深深扎根石缝中 在山巅站得稳稳当当 在中国 这些松树很有名 不止因为它们强大的生存能力 更因为它们脚下的这座山 名叫黄山 松树的种子乘风而行 落脚在黄山的各个角落 花岗岩的缝隙缺水源 少养料 看似可以随处生长的黄山松 却自有一套生存法则 清晨 谷底的水汽开始升腾 不久之后 到达山腰 再向上 整个大山都被裹住 水汽没有停住脚步 它们的终点是天空 最终冷却 变作云海 即便是秋冬季节 云雾依然在阳光的助力下 湿润大山 百分之九十八的山体 又直被覆盖 草木享受大山的滋养 也成为水汽的源泉 喝饱水 黄山松还要绝地求生 它们的根不断分泌有积酸 从坚硬的岩石中溶解出点滴养分 形成薄薄土壤 阳光正好 木已成林 大雪不期而至 黄山的冬天 平均气温常在零度上下 这对于本就耐寒的松树来说并不算冷 但冰雪意外增加的重量 对根不缺土的黄山松是一个考验 难免让它头重脚轻 要想活下去 这些松树只能把根扎进更深的石缝中 同时将身体向阳的一面尽力舒展 拥抱阳光 与这群山一同塑造成大地的盆景 从高空欣赏黄山 并不止我们 得益于这些空中穿梭的行者 人们免去了古时血迹登山的艰险与苦寒 在黄山 钻进云雾的是缆车 出来的可能是另一位登山高手 四十五度以上的险峻峭壁 在地轨缆车的脚下稳稳展开 他走得很慢 以效率为准则的山外人 想要领略黄山幽谷之美 慢是牵刃风林间的内心养成 上险峰 下幽谷 最终是为这一刻云上驻足 清冷的晨昏 无边云海在脚下汹涌翻卷 每天都会有人在山峰中 等待更多的奇观 但他们不用等太久 这颗云雾中的明珠 是华东地区海拔最高的气象站 从1956年1月1日起 这座气象站便开始积累 稳定可靠的气候观测资料 以便研究中国长期的气候演变规律 到了2006年 他新增了一项黄山气候导游的任务 他会告诉登山者 在什么时间能等到流云飞铺 在什么时间会遇见云霞缠身 在什么时间会看到奇异的光 如果你想要知道 可以问他 远处的那座山峰 在几点几分 会迎来今天的太阳 千百年来 每当中国人看到这样的情景 大多会想起那句老话 黄山归来不看月 这一趟旅行 我们将飞往晚南 看看人们如何用古老的方式 收藏四季 寻访中国南方民居的一种经典模样 在青山绿水间 铺开九幅圣明的宣纸 最后随江水流转 回望记忆中的故乡 巨石的背后 是勇敢者的游戏 他们挑战的花岗岩峰林 经历过亿万年的雨水 才冲刷成战利的刀刃 这样极致的地貌并不多见 但安徽南部的确多山 地理学家习惯将这里 称作晚南丘陵山地 那么山地人的生活 又是怎样呢 云中的村落 是牧离红村 不足百户人家 在这条山脊上生活了四百多年 无意间满足了人们 对于仙境一词的遐想 隐居的村落 总是缺不了木匠 世世代代 因为土地稀缺 木匠打造出的立柱 支撑起悬崖边的房屋 和村落小小地扩张 晚南竹海中 也有一个小小的村落 这片竹海 因一部名叫 《卧虎藏龙》的电影 被人们熟知 但很少有人知道 在大山里种竹子 是人们智慧的选择 在看不见的地下 竹子的根系 向四周蔓延 不断冒出新的竹笋 继而长成新的竹子 有时候 一片竹海 只是由一根竹子 生发而成 一个小小的村落 就能驾驭一座大山 终于从高山走下 到达山间平地 村落之外 漫山遍野的洪峰 银杏 在暗暗憋着劲 他们打算换掉 穿了整个夏天的装扮 于是 不知不觉中 田间地头的空隙间 一个原本萧瑟的季节 竟然七彩斑斓 他们似乎 也在庆祝村子里的丰收 十月 经过雨季的浸泡 房前屋后 窗台楼顶 城坎人 在追逐难得的阳光 盛满各色食物的婆罗 迫不及待地被人们搬到屋外 这是晚南人共同的记忆 晒秋 其实晒秋不只是秋天的风俗 在古代汉语中 秋是收获的食物 春晒笋干 夏晒茄干 秋晒辣椒 冬晒辣肉 一年四季都可以晒秋 经过晾晒 水分蒸发 微生物失去生存的条件 蔬菜 粮食 总是这样一年一年 以秋的名义 被郑重收藏 岸南人 多山 也多水 万南多山 水中的是炉瓷 所以脚踩的两只船 俗称炉瓷滑子 主人很自信 他的炉瓷 最听话 用鲁瓷捕鱼 是晚南水畔人家的常态 可这只鲁瓷 就是很有性格 接下来等待收获就可以了 没有收获也没关系 水畔人家早已在岸上 过起富足的生活 今天的捕鱼 不过是闲事消遣 脚下的轻易江 水位与流量 多受雨水的作用 洪水与旱灾 长长伴随 一九八二年 轻易江被一座大坝拦腰一劫 性情多变的大江 在这里变出一片太平湖 在晚南村落 人与水的关系更近 进村的路 是水上窄窄的石板路 散步的地方 在围着村子的小河旁 每一条小巷中 几乎都藏着一条独立沟区 岳照位于村子的中央 它是村中最大的水塘 整个村落 就是一张密集的水网 连接村内村外 连通家家户户 这里的人们 在粉墙带瓦间建宗祠 立足归 续家谱 家族宗法 在古村代代相传 房屋聚集的地方 人们总会为防火担心 在灰州 人们认为 鱼和水共生 元宵节前后 让鱼游遍全村 象征着用水 守卫家园 鱼灯 在汪满田村 已经畅游了六百多年 大鱼小鱼 鱼公鱼婆 鱼子鱼孙 翻滚间 古老的祝福 涌入千家万户 村落之外 山丘 耕田 森林 默契地拼配着颜色 但这些人 偏要在这成熟的色系中 堆出一扇 刺眼的白 因为他们有信心 让这一扇白 变成全世界最好的纸 从竹篓中 倒出的青檀树皮 是制造宣纸 最重要的原料 前期处理后 他们将在这山坡上 接受为期一年的 日晒雨林 一共要经过一百零八道工序 才能做成一张 合格的经线宣纸 最终 这些宣纸会摊开在人们的桌案之上 描绘每个人自己心中的山水 过去千年 很多个这样雾气未散的清晨 无数晚男人 行囊中背起家乡的宣笔 回目 惊献宣旨和摄宴 在这条大江上登船 故乡地少山多 他们就顺着这条名叫 新安江的水路通道 前往江浙 寻找更多的机会 多年后 他们中的一些人 因为经商的成就 被称作灰商 能负重致远 温训却也执拗 在明清两代的 长江三角洲 他们造就了 无灰不成事的 商业传奇 而这条大江 穿过晚南人 山坡上的故乡 云雾中的山巒 裹着村落的油菜花田 穿过古老的水坝与码头 在流出安徽后 他的名字改变了好几次 最终 以钱塘江的名义 流入东海 夏天出生的幼崽 到秋天 已经长成跟妈妈龙心一样 黑白相近的小团子 四个月大的小团子 还不会走路 除了吃奶 就是呼呼大睡 他还不知道生活的滋味 这个一直待在树上的 是苏林的幼崽 去年夏天出生 爬树 是他在野外 躲避危险的大招 比如说不是他妈妈的 是什么其他的声音 他都会马上爬上树 忘了吧 来 最近带着玩 那么快就忘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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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师杰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核桃瓶野化培训基地的饲养师 在这样的半野化环境中 培训的对象是熊猫幼崽 而他们的妈妈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母性强 蝉仔带仔经验丰富 幼崽由妈妈独自带大 人类尽量降低对大熊猫幼崽的干预 我们带上头套 目的是不让熊猫看见我们人类的面孔 不让它知道我们人类对熊猫的好 吃奶 熊猫幼崽一旦学会爬树 白天基本待在树上 躲避天敌 多数情况下 直到夜幕降临才会下树找妈妈 此时 红外相机是时刻关注他们的一双双眼睛 秋季 用胃后的食物补偿口下的亏空 抵御即将到来的寒冬 俗称贴秋标 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传统 所谓双将不摘式 硬式变软式 这个时候的柿子最饱满 口感也最好 民间的俗语指导着陕西复平人 每年此时的劳作 当地人要以最快的速度晾晒鲜 以赶上秋末干燥的寒风 使适中果糖吸出 双酱大地 双满式饼 当地人还喜欢把鲜适用面包裹 果肉与面粉里应外合 在滚油中惊艳而出 这种柿子胡塔是陕西著名小吃 山市饼的时候 吃一口甜蜜的柿子胡塔 劳作中无暇吃饭的人们 立刻就充满了能量 秋末冬初的台湾 金市也已经挂满之头 台湾新竹的牛心市源自大陆 这里因为气候差异 采摘的时间会稍晚一点 酒降风中 当地农户留珍珠 自然不会错过最好的时机 台湾新竹的饰饼和陕西晒制的方式不同 味道却十分相近 此时让刘珍珠喜悦的 不仅是心事丰收 还因为她的农庄 即将迎来一批客人 请双手举起来 心想事成夜 万事如意 夜中 爪一霖 肉丁丁 爪一霖 大人的大牛指 日月流转 这个规律叫做时令 因时令而劳作则为时机 传统手法凝聚先人智慧 也是自然法则下的顺势而为 空气里满是诱人的甜香 无疆人采摘桂花 为的是让他们在舌尖上第二次绽放 尝指着柠檬酸 保持花香和色泽 无论是咸桂花还是甜桂花酱 都能把专属于夏末秋初的花香 延续到深秋和隆冬 雨前的桂花在雨后已经腌好 无论做馅儿还是调料 都极有风味 褐色小散状的蜴子 其貌不扬 却被历代美食家奉为真修 尽管名气已大不如前 但是每年只要时节一到 杨复兴就会匆匆上山 赶赴与这些宝藏一年一度的约会 板栗壳稍旺 干辣椒炸香 再加入嫩姜片 吸出燕来迅的奇鲜 类似松针的清香 蜴子汁水透出时 少量生抽提味 老抽着色 稳火熬上十几分钟 汁水浓稠 燕来迅酱就可以出锅了 看上去乌沉沉的东西 却有着柔韧的质地 不过现在一盘好菜才完成了一半 新鲜的板栗最适合用来搭配鸡肉 我们的祖先善于在自然中寻觅滋味 来装点自己的美食 汛漆的莫尔格勒河 一片汪洋 一种植物却花开正旺 西吉乐家有九千亩草场 四千只羊 今天要把羊群早早赶回家里 他再等待一次重逢 表妹齐步日从一百公里外赶来 草原地广人稀 人们难得碰面 野酒花 每年为他们创造一次相聚的机会 每年野酒菜开花只有一个星期 但是牧民们有一种传统方法 可以把它的清香住存起来 享用一年 酒花中有许多寒流化合物 是辛辣味道的来源 免碎破坏酒花细胞 让寒流化合物剑刺释放 单调的自然环境 酿造出草原上味道最为丰富的调味品 野酒花酱 牧民们开始储备过冬的草料 我们这儿从八月份开始打草 在这个月里我爸爸特别的忙 他要拼命地干活 让我们过得好一点 夏季放牧即将结束 转场前 牧民们照例有一次聚会 肉食 是草原民族食谱的主角 由牧传统滋生出粗犷的烹调 地道的手把羊肉 在烹煮过程中不加任何佐料 块大量足 大灶忘火 四十分钟即可出锅 如果没有酒花酱 带鲜香的手把肉也会失色 酒花酱中的纳离籽 能激活不含盐分的羊肉 含硫化合物在口腔里 形成神经性轻微烧灼 进一步提升肉香 同时 酒花酱也提供了帮助消化肉食的天然维生素 八月 西林锅勒草原刚刚苏醒 乌立吉把牛群赶到自家的草场 蜂窝的土地给予牛羊养料 还催生了一种珍稀的精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福智 口膜商人 经常驱车几百公里收购蘑菇 口膜只生长在蘑菇圈上 辨识它要靠草的色深 这种神奇现象得益于蘑菇分泌的一种物质 让草拥有含量更高的叶绿素 和福智要到乌立吉家询问蘑菇的收成 女儿育奉23岁 大学毕业后回到草原 家里我母亲她病症一直需要人照顾 我爸爸现在也50多岁的人了 家里捡的蘑菇都晒了吗 都晒了 就这点 就这么点 没有白蘑菇吗 没有 就这么点配花吧 口膜中白蘑最为珍贵 晒干后可以卖到2000多元一公斤 今年的收成不多 牧民们已经开始储藏牛羊过冬的饲料 这意味着口膜季节即将结束 父女俩决定在座最后的努力 这个时候的蘑菇出城也好了 城色也好了 好多人都在打电话催这个白蘑菇 爸 没有 没有 回来吧 走了 口膜的蒙发需要雨水眷顾 预报中的秋雨沉沉未到 老河很不甘心 父女俩决定借宿在牧民家 继续等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雨后的草原清新如yet 模 grouping圈上 白蘑菇终于露出身影 和福智父女明白 此后的几天 他们终将得偿所愿 秋天 方圆四万亩的大风迷路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被笼罩上了一层 朦胧的诗意 夏天里最初风头的麋鹿 也褪去了棕红色的鲜艳外衣 他们的身影与大地融为一体 显得朴实无华 此时 荷尔蒙不再主宰他们的意识 他们没有了夏天的躁动 平静之中 一见关乎二十五只麋鹿命运的大事 正在酝酿 2020年11月6日 许多关心和热爱麋鹿的人们 纷纷从各地赶来 他们欣喜的齐聚大风 是要见证麋鹿放归自然 这群麋鹿有二十五只 各个身体健壮 是从数千只人工圈养的麋鹿中 精挑细选出来的 他们将回归自然的怀抱 从此 可以无拘无授地 驰骋于广袤的黄火海湿地 这将是大风第八次 实施麋鹿方规活动 在大风麋鹿自然保护区 每天满载着饲料的车 都会暗点来到 圈养麋鹿的聚集区 车上装满了青橱 玉米 麋皮和豆饼 这些都是麋鹿喜爱的食物 而且富含营养 像这样的投胃 每天两次 天冷时增加到三次 而野生麋鹿 每天要花费数小时觅食 以补充能量的需要 毕竟在野外 没有现成的一日三餐 野生麋鹿的食物 主要是护花米草 白毛和芦苇 以及沼泽地里的 一些湿地植被 每天清早 它们就开始觅食 直到日落时分 离开了人类的呵护 麋鹿的未来会怎样呢 即将被放归的 二十五只麋鹿 先是被麻醉 然后由工作人员 运送到 这个临时的围栏里 为了方便 实时监控 它们在野外的活动轨迹 麋鹿佩戴了GPS项圈 秋天 麋鹿的交配期已过 雄性麋鹿不再好斗 鹿王也结甲归田 以平反的身份 以沫于鹿群中 麋鹿间彼此有了更深的遗恋 雄鹿 母鹿和小鹿们 又一次自动合群 麋鹿是群居动物 在群体里 它们能获得最大程度的安全感 而这正好为这25只麋鹿的野外生存 创造了无限可能 麻药的作用渐渐消散 这群即将被放归的麋鹿 有些躁动不安 或许 它们知道接下来 即将迎来完全不同的生活 那一刻终于到来 围栏大开 25只麋鹿 头也不回的 奔向千米以外的 茫茫贪图 从此 它们将真正成为 黄海师弟的主人 上世纪 麋鹿在我国消失之前 长江三角洲 一直是它们古老的家园 后来因为战乱等原因 便于灭绝 仅剩的几只漂泊海外 直到20世纪80年代 39只麋鹿 从英国重新引入 回到大风 如今大风的野生麋鹿 已经达到1800多只 是全世界最大的 野生麋鹿种群 一年四季 贝和锣 是人们喜闻乐见的餐点 除了古胺酸钠和鸟肝酸盐 贝的鲜味更取决于琥珀酸 各种橙味物质综合作用 小海鲜表现出丰富多彩的鲜味 而人们对小海鲜的眷恋 正源于鲜味成分渗出时 带来的复杂而纯美的感受 跟生蒙海鲜相比 小海鲜个头小 数量多 外表平常无奇 呈现的美味和惊喜 却屡适不爽 再加上身价低廉 小海鲜成为沿海地区 最受喜爱的平民食物 讨小海不愿为吃饭发愁 新鲜食材随手可得 糖壶挂满盐壁 反复熏烤 全凭热力烫熟 这是专属于陶海人的美食 一碗鲜肉 汁液饱满 趁热吃味道最好 无需任何佐料和技巧 简单的烹饪得来极致的味道 海岛另一端 林平的丈夫和弟弟 即将开始一场冒险 海浪最凶的地方 船只无法靠岸 依靠工具和两个人的配合 他们能获取一种珍贵的食物 生日常用山洋 环绿个学生 老板 平的 terre 中国 想用山洋 文 一 佛手又名观音手 是一种数量稀少的藤壶 越往底下的 像阳光开不到的地方 能搞不到的地方 长得越好看越大 但是现在更不少没有 很难找的 在所有的陶海方式中 踩佛手属于风险最高的一类 意外受伤的情况时有发生 现在开始涨潮 两个人的默契配合 变得尤为重要 老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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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今天运气不错 三个小时内 让人采集了价值四百元的佛手 宁平要犒劳一下家人 素油烹炒 顷刻间出锅 佛手根部的一小撮肉 韧劲十足 有风鱼的牙杆 为了得到大海的馈赠 林平一家历经风浪 对另外一些人来说 则要忍受更加漫长和孤独的漂泊 周山渔场 中国四大渔场之首 曾以鱼类资源丰富而举世闻名 自从八月开海 老方已经一百多天没有踏上陆地 他希望这次航行过后 儿子能接替他的工作 年轻人一般都在陆地上 要么在家里玩玩什么的 出来海上工作很少很少 他们父母也不同意 他们也舍不得让无生子女下海 因为下海毕竟风险太大了 远离陆地 天气瞬息万变 险情随时可能发生 晚上十点海上刮起大风 大雨接踵而至 然而一切还是按原计划进行 海上劳作昼夜不息 风雨和大浪等难度倍增 陆地上的简单动作 在狭窄湿滑的甲板上 变得十分危险 白蟹又名缩子蟹 是中国最重要的海产蟹 近些年鱼类大幅减少 虾蟹举异常旺发 事实上各种渔性已经在中国海域消失 传统的四大渔场 名存实亡 我现在看我父亲挺多愁山改的 小时候不知道 我爸在船上是什么样的生活 既然我到了船上知道我爸是怎样的 感觉他挺辛苦的养家骨客 五年前老方把捕鱼船换成捕蟹船 这艘船寄托着全家人的希望 初秋蟹子最肥 蟹肉洁白细嫩 带有微甜 甲板上的简单一餐 是父子俩难得的清闲时刻 接下来是四个小时的紧张劳动 机械设备让捕捞过程加快 但更多工作需要人力完成 使用专门的蟹网 白蟹一旦触碰就很难挣脱 海面之上 人们用双手搭建起一条简易的流水线 方林通刚买二十岁 事无巨细所有环节要快速掌握 五楼船航海作业轻易不会靠岸 想陆地运输海货的任务 由接线船承担 这是老方最后一次出海 因为过度操劳 身体已经不允许他继续这项工作 从明年开始 儿子将变成新的船长 成就一名船长 意味着几十年的孤独和颠簸 这里是位于四川沃龙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核桃瓶基地 汉原一岁多的淘气包小儿子 从生下来开始 就在这儿接受野化培训 他的老师不是别人 正是妈妈汉原本孙 今天的课程是爬树进阶训练 在野外 大熊猫幼崽躲避天敌 最有效的法宝就是上树 所以爬树技巧需要不断精进 开始似乎一切进展顺利 可没过一会儿 课堂秩序就失控了 小家伙 说了条子就了条子 说什么也不肯再练了 臭小子 你想不练就不练了 没门 看来今天虎妈汉原非要好好教训教训 这个不爱学习的熊孩子 诶 跑哪儿去了 原来熊孩子躲在树叉后面 你给我过来 执着的汉原这次真的跟儿子较上了劲 母子俩的战争持续升级 突然 熊孩子直接躺平 战争戛然而止 老母亲汉原 气得呼吱呼吱 直喘粗气 当然 大多数时候 汉原依然是大熊猫界最温柔的妈妈 没有鸡飞狗跳的烦恼 更多的是母子子孝的温馨和幸福 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专家们看来 大熊猫妈妈和幼崽之间的日常互动 无处不显示出大智慧 多数大熊猫妈妈都具有无私的母爱 但它们的温柔从来都有边界 与此同时 汉原幼崽不服管教的性格 恰恰说明通过野化培训 大熊猫幼崽的野性 得到了较好的保护 汉原母子所在的野化培训场 一山而建 基本还原了野外环境 实际上 它们看似不被打扰的自在生活背后 还有一只常年默默奉献的保障团队 为了确保汉原母子的健康状况 它们每天按时上山巡护 还把自己打完成大熊猫 这样可以让正在接受野化培训的大熊猫幼崽 跟人类保持最大限度的疏离感 不对人类的照顾产生依赖心理 看着没有久了 听到动静 汉原的幼崽赶紧上树躲了起来 看样子 这个小淘气包 已经拥有了躲避危险的意识和能力 这让工作人员感到非常欣慰 再过几个月 汉原母子就要搬到另一个更具挑战的野化培训厂 在那里 他们将度过宝贵的最后的亲子时光 有朝一日 当今天的小淘气包离开妈妈的怀抱 勇敢自信地走向森林深处时 那一定将是虎妈汉原雄生中最骄傲的时刻 三 二 一 我着陆了 真开心 我终于可以出去旅行了 我一直希望去森林的另一边找个热闹的地方安家 小松鼠 你可以带我去吗 出发 第一步 穿越丛林 东哥 你听 有埋伏 是金丝豪 他们可是会拦路抢劫的 从这过得去吗 小心 这下完了 旅行计划泡汤喽 疼 疼 我不好吃 糟糕 又回到原点了 这是一只大鸟 我在这儿呢 终于可以离开原始森林了 好高啊 好高啊 飞龙 蓝色的海 过去看看 太壮观了 哇 原来我们的身边有那么多的湖泊啊 他们就像是柔碎的天空 一片一片的蓝色都被山谷收藏了起来 这里的声音真好听啊 哇 天哪 好大的瀑布 看啊 他们蹦着跳着 像是甲骨的演奏团 和他们做邻居才有意思呢 鸟哥 你可真懂了 瀑布 我来了 瀑布 瀑布飞了 瀑布的下面全是沉积的盖滑 太罕见了 大熊猫 你知道 这些奔腾不息的瀑布 串起了九寨沟大大小小 一百一十四个湖泊呢 那是什么 一棵树 这里还有一片森林 他们的时间仿佛暂停了一样 水中的盖滑 把这些仙辈们 变成了一个水底雕塑博物馆 水的中央也长出了树 好神奇啊 你也是漂流到这儿的吗 原来旅行真的可以找到 心中理想的家 我的家 在哪儿呢 你们知道这附近 哪儿有靠岸的地方吗 我想留在这儿 就在前面 真热闹 有山 有水 还有气势灰红的瀑布群 水边 还有那么多珍奇的植物 就在这儿扎根吧 我希望 我也像他们一样 傲然挺立 融入九寨的四季耕点 见证时间写在这片土地上的 自然传奇 你有多久没回故乡呢 这是一场关于故乡的旅行 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城市之声 犹如一首催人奋进的交响乐 人们相互依存 却又彼此竞争 这竞争使得城市愈发夺目 而梦想也更加耀眼 然而 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 秋一泛起 奔跑者步履见缓食 纯爐之丝 香愁之味 便会愈发地浓重 四十年来 人们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的自由流动 奋力拼搏 新生便时常在这故乡的召唤 与追逐幸福的欲望面前 不断地拉扯 我走着实际 我婆婆都想哭了 让我们接日回来 把自由上水 我们又出去 到温州去了 抢了一点钱 就骂了一个列面 开了十几年 我 哭了五十一学 想家了 我在拿密码板子 那游乐板子我们都背不动了 就老了 他们说 哎哟你这个老 他不把腹飞去 那我就想 哦又飞去了 我们家的爸爸妈妈都嫌我们了 六十五岁的浙江人 戴东兰 拼搏半生 在外打工数十年的他 九年前 在一个秋季 选择了回归故里 回归这个瓦子吧 缺取这么多时间了 这个瓦子都 小了都要塌掉了 塌掉吧 后来我又过来修了 我说一定要回来 我们有长伯在家吧 回来要照顾长伯 回来修了没有几年 就修了两年了吧 我婆婆又走了 后来只过了六年了 我公公八十八一走了 我公公八十五岁 那个月前 便是戴东兰的故乡 便安心在故乡 移养天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上爬个毛鱼头 就是现在吧 中的给自己两个人够吃就行了 地瓜 马铃薯 多种 这个好吃的就是先吃甜鱼 我在外面特地下甜鱼 就是我妈妈做的甜鱼 给我们吃的好吃 在浙江乡村 农民种水稻时 会在田里撒下鱼苗 和庄稼一起生长 这种鱼叫甜鱼 我们在这里一起长大的吧 他们对我都很好了 他们也都多 我们也都不多 他们如果有鱼也会送鱼 这小的时间 不要过那个甜鱼 画的那个没懂的 我又高兴了去看了 我妈妈妈妈说 哎呦不要看了 我杀了给你们吃吧 以前小的时间看我妈妈做 现在我自己做的很好吃了 吃了这么多地方 我自己夹着 年长的时间 我们要去拼搏吧 要强领吃 要把个瓦子给儿女 那现在老了 我们就是要抓的咸鱼吧 同为浙江人的周易荣 则一生选择了故乡 这条清澈的江水 为他奔波于城市的三个儿子 留守乡愁 也为他的这些老伙伴们 在祖传三代的手艺里 安度晚年 我十八岁 开始不语了 我不语了 爸爸也没有不语了 都是我母的 都是我母的 我都想做这个王子 现在没给我们弟弟 扫下了三王子了 我们兄弟三个都是在外面去的 现在大家都在外面做生意去的 都是我一个人在家里 我来看 我可以带走 你带走 你带走 我来一会儿 我来带走 祖辈三代捕鱼为生的周易荣 如今已不再需要捕鱼来贴补生活 却也舍不得这些陪伴多年的老伙伴们 旅游业兴起后 当地政府适时地将其转化为了 定时定点的江上表演 颇受游客欢迎 当游客散去 夜晚降临时 周易荣会带着他的这些老伙伴们 重新回到江上 独自重温当年真正的捕鱼时光 一切捕鱼呢 我应该是松鼠 那个往日盘起来跌起来 后来就是那个几钉 那几钉呢 现在没跌平 往上我们跌几钉来 别的地方是黑的 我们钉下去 钉下面是亮的 他就给我们钉下面捕鱼 那个螺丝跟我的钉走 鱼 带着你 勿扶着我 继续 锁下 你 你 你 有 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历史上战里人的祖先为躲避战乱 从江苏逃难 长途跋涉后 最终定居此地 传说已无从考证 但战里村却依旧留存着 先民们的生活气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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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这些香灯看上去平淡无奇 它的魅力只有到了那个特定的晚上 才会散发出来 夜幕降临 仪式在德高望重的老村长主持下 正式开始 一句香 祝国家富家 二句香 祝成军昌龙 三句香 祝五个风灯 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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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燃几千个香头 需要十五分钟 香着了 灯就有了生命 为了能在巡游的一个多小时中持续发光 这些香 这些香都经过了特殊处理 伴随着骡骨唢呐 队伍开始行进 从村头走到村尾 经过每一户人家 这个时候 法海 白蛇 小青 许仙被彻底激活了 水漫金山的故事 以这样的形式被讲述着 巡游的队伍经过各家门前的时候 每家都会放一挂鞭炮 以驱除一切的不顺利 祈福来年 此时的延前村沸腾了 人春财未能记录下这些场景 而感到很踏实 毕竟瓜果香灯在雾园消失了很多年 几乎没有什么摄影作品留存在世上 现在 他的图片库中 关于雾园民俗活动 又多了一个珍贵的文件夹 哎呀 生的好 我还评论第一次看到 太好了 你看 挺不错 9月下旬 户园进入晒秋时节 家家户户都会将采摘下来的辣椒 菊花 茶油籽 放进竹盘子脱水晒干 《腊出一片天》拍摄于2008年 在照片中我们看到了美丽的光线 色彩和构图 看到了大山中的黄岭村浓郁而质朴的生活 也由此好奇于画面之外的故事 这菜球是我们摄影人叫出来的 在那个时候啊 村民啊 都很纯朴的 每个摄影家上来 他们都会乐器地招待你 不管你谁来 哪个摄影家路过这里 哎 不知道喝杯茶去 吃中饭的时候 吃饭去 吃得很纯朴 来了以后呢 一般住在这上面 他们收成的时候呢 都是每家门屋同时一起收 辣椒 同时一起切 那是很自然的一种状态 拍摄晒秋呢 一般是下午3点到4点是 拍下场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 这个光景效果比较好 拍摄角度呢 这边 从这边是一个好的角度 在往这边也是一个好的角度 那都民觉得很好的景色吧 出于对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的防范 村民们从大山中搬迁到了山下 现在的黄岭 已经成为物源新兴的旅游景点 景区非常用心地 为摄影师们提供着完善的创作条件 在这里依然可以拍到很精致的照片 但是照片之外的故事 已经改变了 人春才最忠情的是挪 一种很古老的驱邪仪式 通常情况一年只有一次机会 看到这神秘的挪 在雾园 只有长径村保留着春节跳挪舞的习俗 这不光是一种文化继承 更是一种精神皈依 人春才帮着村里维修和保养挪舞面具 和村里的挪剧团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 定期去村里拍摄关于挪的图片 这次跟着仁春才来拍摄的主题是追王 追王是一种仪式 挪鼓声中村民们会争先追上挪神八十大王 以得到他的庇护保佑 八十大王前面的帝挪小童 手提香炉做引路人 每年春节这个场景都是必不可少的 追王是一个什么故事行结 前世上的儿子扶书 九金沙场 每次都是化形为鱼 风球化鸡 被封为八十大王 后来这些老百姓就把它封为罗绳 把它做一种平安罗 每年大年的初二 有一个跑得最快的一个站着 他会带着面具 他就往前跑 全程的人都会跟着追 谁追上他 他就用斧头 天天在头上抹一下 这个人就会一生平安 带来福运好运 迎面走来的是李斯丞相 相传他是喝毒酒而死的 所以面具的表情很痛苦 魔舞的肢体动作表现出一种挣扎 据说在唐代以前 表演戏剧都是戴面具的 这些戏剧大多由挪舞变化而来 跳挪舞是为了曲鞋起伏 舞者戴的面具就是挪面 摘下面具是人 戴上面具就是神 村民们保持着对生命的尊重 对自然的敬畏 从进村以后 要挪的时候 他们就一致跟随着挪 手腕着他 希望挪来保护他们 同时他们村民也保护挪 春节跳挪舞 元宵节舞板龙登 宗慈祭祖先 节庆游台阁 庙会搭台演徽聚 这是仁春彩镜头中 多姿多彩的物源 有空的时候 我都会往下跃跑 走成窗户的 来记录着我们家乡的 每一个美好的一个镜头 希望更多的摄影家 来关注我们物人的民俗这一块